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Joyce 今天这个影片要为大家来占卜 最近有谁偷偷的想念你呢 桌面上有四幅不同的牌卡 请选出一幅你比较有感应的牌卡 第一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 如果还不能决定可以把时间按暂停 有需要预约做个人占卜的观众可以看下方的说明 准备好了吗 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占卜 首先我们来看选到第一组选项的观众 最近有谁偷偷的想念你呢 这里第一个讯息 这里属于风向星座的能量是相当强的 所以目前正在看影片的你 可能会是水瓶双子或是天秤座 也或是正在想念你的人 会是属于上述的这三个星座 可以感觉到目前你跟他关系的互动比较像是断联或者是分手的状态 最近你们的互动是相当冷漠的 另外 现在的你或是他的身边已经出现了其他新的情感对象 也或者在这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 你在认识他或是交往的时候 你们就是属于一段三角关系 此外可以感觉得到目前的他的生活的重心 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上面 最近的他也是相当的忙碌 你和他之间比较没有太多的互动 他也不会主动的联系你 你也会觉得他不在意你 相当的冷漠 所以当你知道他正在想念你 你也会觉得非常的意外 此外如果你测的是前任是交往过的关系 感觉上你们双方都是属于非常有主见的人 过去你们经常在意见不合的时候 常常双方都不愿意为了对方妥协 也经常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会发生口叫 这个也是你们这段关系里很大的一个问题点 接下来我会为你抽出神谕卡 我们来看关于他 还有什么重要的讯息 首先第一张Raven News代表消息跟讯息 这里第一个可以象征着最近的你 会无意之间在朋友的口中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或者是在社群软体上看到他的近况 另外这张牌也在代表他是有在偷偷的关注你的 他也很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如何 此外这张牌也在暗喻 最近你跟他可能是有机会可以重新的联系上的 不过这里要特别提醒你 你必须要采取主动的一种角色 你们比较容易有机会可以重新的联系 刚才的塔罗牌卡也显示 最近的他会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 他也比较不会主动的联系你 所以这些讯息不见得是你直接从他的口中 得到关于他的消息 通常是间接的 或者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会看到一些数字 听到一些歌曲 或者是看到一些场景 会让你经常想到这个人 所以如果你脑海中已经有这个人的画面的话 他就是正在想念你的人 下一张Red Fox Strategy 张牌代表策略 第一个他是一个非常聪明 机智反应很快的人 他的沟通技巧 社交手腕也相当的不错 他是一个擅长理性分析 逻辑思考的人 不过缺点就是 很多时候他也会被自己的想法给困住了 另外这张牌也在代表 他在你的面前 他习惯性的隐藏他自己 他并没有表现出他真正的想法和感受 他也会是一个很懂得保护自己的人 你也会弄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 你也觉得他相当的善变 接下来 Elephant Leadership 领袖性的人物 第一个他的外表给人家的感觉 在群体里面就像是一个领导型的风云人物 另外加上第一张的钱币八 这两张牌可以暗喻 目前他在他的工作和他的专业领域上 已经有相当好的成就 此外 这张牌的第三个面向在暗喻 在这段情感关系里 他总是希望能够站在主导的位置 他的主导欲跟控制欲都是相当强的人 下一张Invoke 我朗读一下后方的文字 As for a blessing There is an endless supply of divine support awaiting your request 首先这张牌象征着祈求跟祈祷 也在代表着祝福和等待 就像刚才所提到的 现在的他会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姿态 他甚至也在等待着你主动 他也希望透过时间 透过命运 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能够有转变的奇迹点 就算没有办法回复到过去的状态 他也希望你们之间的冲突和误会跟心结 都能够慢慢地解开 下一张Gratitude Be thankful A gratitude heart is like a magnet drawing toward it a wealth of abundance 这张牌代表着感恩 他想到你的时候 他是带着感恩的心情 他很感谢你为他付出的一切 最后我们来看 他想到你的时候 都在想些什么呢 首先第一张spear Hot egg over what you no longer have 这张牌代表对于过去 一段失去的情感 一种遗憾伤心缅怀的心情 所以他想到你们的关系 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利 他也是觉得相当的伤心和难过 也在代表他知道他伤害到你了 他也知道你相当的伤心和难过 接下来Diamond You will be receiving or giving a precious gift 这张牌第一个可以代表 在他的眼中你各方面的条件 都是相当的好 就像是闪闪发光的钻石 此外这张牌也在讲的是一种 付出和给予的一种状况 就如同刚才感恩这张牌所呈现的 他很感谢你对他的付出 他也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 此外这张牌也在暗喻 他经常想起过去 你们美好的回忆 在他的心里 也是一段值得他珍惜的回忆 接下来 Fan Romance Celebration Party 张牌刚才出现的是逆位 所以也在暗示他经常想起过去 你们美好的时光 不过他也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 很难再回到过去了 张牌也在暗喻 现在他的身边 可能已经出现了新的情感对象 接着 Wing Chines Peace and Harmony 张牌代表回归内在的平静 也在象征着最近的他的注意力 回归到他自己的身上 他也试着在恢复他内在 心灵的平静 下一张 I Psychic Ability Trust Your Intuition 张牌第一个可以代表 他可以感受得到 你是一个直觉力和感受力 都相当强的人 另外也在暗喻 他是知道你现在的感受 此外画面上也是代表着一双眼睛 也在暗喻 最近的他也是时常偷偷的关注你的 以上就是选到第一组选项的观众 供你做参考 也祝福你一切顺利 我们就下次见 接下来我们来看 选到第二组选项的观众 最近有谁偷偷的想念你呢 首先这里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人他之前可能跟你是同事的关系 伙伴的关系 可能是透过工作上认识的 也可能你们目前还是同事的关系 另外也可能是认识很久以来的朋友 这里属于朋友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也可能是处于朋友以上 恋人未满的一种状况 不过最近你跟他的关系 可能会突然变得比较冷漠 比较疏离 甚至可能有断连的状况 这里可以看得到 你跟他可能的星座 这里有出现双子 摩羯和双鱼 都是有可能的 他在想起你的时候 他经常想起过去 你们相处非常快乐 简单美好的时光 他其实也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失去你们之间的情谊 如果当时是你断连他的话 他其实到现在为止 他还弄不清楚 你真正断连的原因 另外反过来 如果是他断连你 现在的他其实很希望 能够有机会 可以修复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不过他也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你 该怎么和你解释 另外如果你们之前是 交往过的关系 这里属于三角恋 或外恋的比例是相当的高 他想起你的时候 他也知道 他让你非常的受伤 他并不是有意的 他也觉得非常的内疚 他知道他面对感情的态度 并不是这么的成熟 他也知道你跟他的关系 很难再回到过去了 接下来 我会为你抽出神谕卡 我们来看关于他 还有什么重要的讯息 一点点赞 儿子 吃 肥皂 吃 坐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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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张 这里第一个可以安喻一个外表长得非常好看的人 所以这个正在想念你的人 他的外表长得非常的好看 很有魅力和吸引力 当然也可以代表他眼中的你 他觉得你长得非常的好看 第二张 张牌代表转变和重生 也在暗喻你跟他的关系 已经经历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就如同刚才的高塔和宝剑时所呈现的能量 很难再回到过去了 这里也在暗喻透过这段情感关系 你和他都能够有所成长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下一张 第一个可以代表 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和魅力的人 也在象征着他在生活各个面向 他是非常的规律 他也相当的固执 别人很难轻易的去改变他的想法 以及他所认定的 此外张牌也在代表 因为他你建立起很多你新的生活的习惯 或者是因为他 你改变了很多你原本的习惯 第一个可以代表 现在的他已经接受了 你跟他关系的现况 也在暗示 现在的他并不会积极的去做些什么 来改变你们关系的现况 接下来 Illumination 启发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grace 相信宇宙和上天的恩典 When we least expect it 总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底下 A new door will open 上天为我们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And the light of grace will illuminate our next step 会为我们带来光亮和希望 并且指引我们前往未来的方向 这里第一个可以代表这段情感关系 带给你 以及带给他很多全新的启发 也在象征着现在的他 会用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 来看待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此外也是天使在鼓励你 不要因为这段情感 发展的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你就对于你未来的情感生活 失去了信念 最后我们来看 他想到你的时候 都在想些什么呢 首先 来自于远方的朋友 A distant friend is thinking of you 一位远方的朋友正在想念你 目前他还是希望和你保持朋友的关系 Not unsuccessful plans 他想起你的时候 会想到你们之间 没有办法被解决的误会 心结和冲突 Broken wishbone 没有办法被实现的愿望 Wish will not be granted 第一个可以代表 这是一段破裂的关系 他想到你的时候 他也知道 他让你失望了 Dask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k 第一个可以代表 他眼中的你 他觉得你相当认真 努力 投入在你的工作 追求事业的成功 当然这张牌可以代表 他自己 现在的他的重心和注意力 在他的工作 在他的事业上 这张牌是和工作相关的 也在暗示 他可能是你之前的同事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认识的 最后 Ladder Clipping toward success 这里第一个可以代表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努力 在追求成功的人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 是他目前自己的状态 此外张牌也在暗喻 他觉得你跟他之间 是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才有可能去改善 你们之间的关系 以上就是选到 第二组选项的观众 供你做参考 也祝福你一切顺利 我们就下次见 接下来我们来看 选到第三组选项的观众 最近有谁偷偷的想念你呢 这里可以看得到 你或是对方的星座 这里有出现巨蟹魔截 或是新牛座的能量 可以感受得到 最近你跟他之间的互动 会比之前稍微在冷漠 在冷淡一点 你们最近比较少机会见面 或者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交集 可以感受得到 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被动 话比较少 而且他也会是一个 比较固执的人 这里你跟他之间 不见得一定有断联 或者是分手的状态 很可能你们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 但是你们的双 你们双方之间的关系 一直处在一个 停滞不前的一种状况 另外可以看得到 你跟他可能会是同事的关系 合作伙伴的关系 可能是在职场上认识的 或者是在学校 在一些机构里认识的 如果说你们并不是这样认识的话 这里可以看得到 你们之间会存在着一种 互相帮忙跟互相协助的一种关系 很可能是你提供他一些帮助或协助 或是反过来他提供你一些帮助和协助 就像是彼此生命里的贵人的那种感觉 此外这里的女祭司跟教皇都是属于精神性的牌 可以代表你跟他在现实生活上 可能并没有太多实质的交集跟互动 不过你会觉得你跟他之间的连结是相当强的 另外可以看得到 有少部分比例选到这一组的你们之间的关系 或是属于比较没有办法被公开的恋情 地下恋情秘密恋情 或者是三角关系婚外恋的都会选到这一组 你跟他之间的情感 或是属于一般传统社会价值 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情感关系 很可能是婚外恋 或者是三角恋 也或者是同性之恋都会选到这一组 你们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年龄差距很大的 也会选到这一组 此外这也会是一段关于做选择和做抉择的关系 就像刚才所提到的 特别如果你们是三角关系的话 目前的你和他对于这段关系 你们都是处于比较被动和消极的一种状态 甚至现在的他也不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他也会希望和你保持现况就好了 此外我再补充这里还有一种可能性 不过再提醒你这是大众占卜 你只需要听取跟你对应的讯息就可以了 因为讯息量会比较大 我会尽量有把我看到的都告诉你 这里还有一种状况是对方喜欢你 但是你可能并不喜欢他 或者是说你表现的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你对于他是比较冷漠 是比较被动的 所以他也会觉得你好像不理他 或者是他也不知道 你对他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他现在也不敢采取主动 也有属于这样的一种状况 接下来我会为你抽出神谕卡 就像这种状况 首先前面这两张牌都是和牛相关的意象 第一张Rhinoceros的犀牛 不我公牛 再加上刚才的教皇所遁印到的金牛座 所以它是金牛座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此外这里有三个数字可以供你做参考 第一张牌上方数字32 40 14 这几个数字可以是和它相关的数字 或者是对于你们两个而言共同有意义的数字 很可能是你们共同的纪念日 或者是它的年龄 也或者是它出生的日期 另外可以感受到它的外形 它并不是属于瘦弱型的 感觉上它的身体是属于健康强壮的 另外这里可以看得到关于它的个性 第一张Rhinoceros moderation Moderation象征着节制中庸之道 第一个它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 另外对于它的生活各个面向 它都是非常的有规则有规律 它也很重视生活各个面向的平衡 不过缺点就是它会比较固执执着 很难去改变它所认定的想法 它的想法也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人 第二张不我Sacrifice Sacrifice代表它是一个牺牲奉献型的人格 以及它在面对人生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它的意志力会是非常坚强的 它也不轻易放弃 下一张Seahorse equality 张牌代表公平和平衡 她是个非常重视公平的人 就像刚才第一张所看到的 她也会是个重视生活各个面向 都要处于一种非常和谐和平衡的一种状态 此外张牌给代表目前的她 希望和你保持关系的现况 维持关系的平衡 她也没有下一步的行动和打算 接下来compassion 同情心同理心 一种互相理解的状态 Be gentle with yourself You are a magnificent soul 第一个可以代表 她是个内心相当柔软 具有同理心的人 另外可以代表她眼中的你 她觉得你非常的温柔 是一个懂她的人 你们能够彼此互相理解 最后meter代表照镜子 这个正在想念你的人 你们彼此在性格上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你们就像是在照镜子 就是彼此的灵魂伴侣 Learn to see God's presence in everyone you meet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讯息 你跟他可能已经认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最后我们来看 他想到你的时候 都在想些什么呢 首先第一张 Butterfly 蝴蝶 A change for the better 第一个可以代表 在她的心里 是希望这段关系 能够有一个转变的奇迹点 能够改变你们关系的现况 此外再代表 因为你 她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Bouquet 花束 Complements from an admirer 可以代表 她对于你是有好感的 她很希望主动地 和你表达她的好感 以及她的善意 Mice Discord among friends or family 这张牌可以代表 家人跟朋友之间的冲突 跟误会 第一个可以暗喻 你们这段关系 可能会有家人 或朋友的反对 或是第三方的介入 也在代表 最近你们之间 会有一些误会 和冲突 Box You will receiving a gift 这张牌 跟刚才的花束 都在代表 她是很希望 能够主动地 和你释出善意 并且她也想要 送你礼物 此外 这里有一种反过来的状况 可以代表 她想到你的时候 在她的眼中 你就像刚才的 钱币皇后所呈现的 她觉得你非常的大方 过去的你 经常送她礼物 或者是提供她 一些实质的帮助 和协助 她很谢谢 你对她的付出 最后 Young woman 年轻的女性 Dealings or relationship with a younger woman 第一个 这里可以代表 她眼中的你 她是经常想念你的 此外也在暗喻 你跟她之间可能会有 年龄的差距 也或者代表 你跟她之间可能会有 另外一位女性 影响着你们之间的关系 以上就是选到 第三组选项的观众 供你做参考 也祝福你一切顺利 我们就下次见 接下来我们来看 选到第四组选项的观众 最近有谁偷偷的 想念你呢 首先整副牌出现 许多的宫廷人物 所以这个正在 想念你的人 可能同时间不止一位 这里可以看得到 你跟她可能的星座 这里有出现 火象跟水象的能量 可能是狮子 射手牡羊 巨蟹天蝎双鱼 都是有可能的 这里第一个可能性 它是你最近才认识的 新的情感对象 新的暧昧对象 它对于你是相当 主动积极热情的 也会主动的提出邀约 主动的和你释放好感 另外它也可能是 来自于你过去的人 很可能是你的前任 不过前提是 你们最近已经开始 恢复联系了 另外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年龄可能会比你小 如果不是年龄 比你小的话 她的本身会给人一种 充满着活力热情 而且活泼的气质 她对于很多新的事物 她都会非常的感兴趣 此外她对待身边的朋友 也都非常的好 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 不过她的缺点就是 她有时候比较冲动 她的稳定性是不够高的 这里可以感觉到 如果目前你跟她的关系 你们正处在一种 暧昧的状态 而且持续都有 良好互动的话 你们这段关系 是非常有机会 往下一个阶段去发展 接下来我会为你抽出 神谕卡 我们来看关于她 还有什么重要的讯息 神谕卡 首先第一张 Dog Companionship 这张牌代表 陪伴的关系 也在象征着真心的朋友 这个正在想念你的人 第一个 她可能是你认识 相当久的朋友 是值得你信赖的人 她对于你相当的真心 此外 这张牌也在暗喻 最近的她是会花时间 主动的去陪伴你的 另外这里有一种 比较直观的解读 她是很喜欢动物的 她可能本身真的有 饲养一条狗 第二张 Wolverine Fierceness 这里就如同刚才的 权杖骑士 跟权杖意 所呈现的 她会是一个充满着热情 充满着爆发力的人 接下来 Shark Purpose 张牌代表 目标和目的 就如同刚才的 权杖意 跟权杖骑士 所呈现的 她本身是一个 目标型主义的人 她对她所感兴趣 所喜欢的事物 她都能够 非常的专注 并且努力追逐 自己人生的目标 下一张 Beauty 这里有一种 很直观的诠释的方式 她是一个外表 长得非常好看的人 很有魅力和吸引力 当然这张牌给代表 她眼中的你 她觉得你长得 非常的好看 Surrender yourself With simple pleasures Beauty is the language of the divine 这里的关键字 有提到 Simple pleasures 代表 简单的快乐 和美好 第一个 就像是刚才的 圣杯随从 和圣杯六所呈现的 她的内心世界 也是一个 非常单纯的人 她也觉得 现在和你相处 是相当快乐的 她很享受当下 并且希望 能够跟你维持 一个良好的互动 最后 Shine 代表 闪闪发光 第一个 可以象征着 她是一个 很有魅力的人 以及她对于 她自己 是有自信的 但这张牌给代表 她眼中的你 就如同 这里的Beauty 所呈现的 她觉得你 相当的有魅力 Step into the light You are a gift To the world 这张牌可以代表 她是一个 非常有才华的人 最后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 她想到你的时候 都在想些什么呢 首先第一张 Full Leaf Clover 幸运草 好的运气 Great Good Fortune 第一个可以代表 她认为能够认识你是相当的幸运 她也希望你们的关系 能够顺利的发展 可以受到上天的祝福 Fair Woman 美丽的女子 这张牌给代表 她眼中的你 她觉得你条件 非常的好 长得很漂亮 是她理想当中的对象 下一张 Tower Gota Solid Foundation 稳固的基础 Success with effort 努力的 买向成功 这里第一个可以代表 现在的她很努力 追逐事业和工作上的成功 奠定稳固的基础 也在代表 她希望透过持续 不断的努力 能够和你的关系 往一个稳固的方向去发展 Rose Romance is in the air 她对于你是有好感 她是喜欢你的 Ear Good News 好的消息 第一个可以代表 最近的她是在偷偷地关注你 她时常打探关于你的消息 她也希望能够多认识你 多了解你 此外 在代表过去 如果你们处于断练的状态 最近是有机会 重新地联系上 也在代表 她希望你能够主动地联系她 Cloud Temporary Problems 战时的问题 她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存在着一些问题 不过整体而言 她是相当乐观的 她也相信 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你们之间的问题 是可以被克服被解决的 她也期待跟你的关系 能够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 以上就是选到 第四组选项的观众 供你做参考 也祝福你一切顺利 我们就下次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订阅 记得开启通知的小铃铛 也欢迎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需要的人看见 我们就下次见了 也祝福你们